編音空間 現在還在走那個叫做遲路 我們喜歡叫它是隱形大合 因為它飛起來的時候 翼還是白色 然後一落後就會不見了 因為它的白色還會遮蓋 我們這些叫做老朋友 我六歲開始看著 所以都說在20年 這一群老朋友對於關朗希Matthew 還有另一重意義 Matthew六歲的時候被診斷幻想讀寫障礙 因為默書和考試往往令到他力不從心 我那時候讀書是完全讀不到的 因為那時候還在讀香港地學校 那時候一上到小學就需要默書 其實我那時候是完全記不到 就算整晚溫書溫很久 我媽媽媽和我溫書 我都是會寫不回那些字出來 總之就是寫不回 其實那時候都會覺得 為什麼自己會這樣呢 其實這個池上面已經有至少三四種雀 最多的是黑瓷長腳核 他們身形最收長最高 腳很長的那些 另外呢 有些在休息的白色一點點是反嘴核 他們的特徵就是嘴是向上挑起的 學習上沒有辦法取得成功感 但是在官鳥的過程之中 令到他發現了另一個自己 更加修補了和爸爸的關係 我爸爸因為他本身做醫生 他其實從小到大都是那些考試 不是考第一就考第二那些 那變了我想對他來說 是最難去接受 自己有個這樣 原來這個兒子是不會考第一 真是考爆尾 真是爆尾 還有對於他來說可能 就是他有很大壓力 工作很累回來之後還要教我 墨書寄生寺 所以其實那時候是會有些磨擦的 怎麼都會 其實都可以說是看著 就令到我們兩個的關係好 就是我們之間 又會有多了一個話題 就是讀書以外的東西 以前可以說是作為一個學生 或者一個班裡面 就是考最後那個人之外 我都發現原來自己 有一些東西可以分享給別人的 就是我跟別人說 這隻是什麼鳥啊 就是這一種的心情是 就是令到 是給我自己一個認同 讀書障礙是常見的讀書學習障礙 範指閱讀寫作和拼致上面的困難 成因主要是腦部結構和功能出現異常 包括左右獵業 欠缺應有的不對稱 以及大腦皮層結構組織友誼 亦都有部分是和遺傳基因有關 教育局的資料顯示 2015、16年度 在公營主流中學就讀的 讀書學習困難學生 人數為11,000多人 就讀中三的Toby是其中一個 她二年級的時候被診斷幻想讀寫障礙 歐瑜奉承是說一些說話去奉承別人 所以你記住 和言語有關的 那就是言字邊 好,我現在遮住它 你試試問問到 很好,對的 雖然學校因應情況 延長Toby的應考時間 但是隨著課程越來越難 Toby面對最弱的中文科 需要更多的時間準備 亦都要定時上補習班 寫矛單 好,矛字 這邊應該是一個什麼字 對了 文言文是 你又要背那些字 那些字每個都有不同意思 一個字有很多意思 你有時候又要背 不是每個都會記得 溫書的時候 多數是背不入腦 最後背到的到考試 你記得她說什麼 但你寫不出來 同輩之間難免會有比較 見到自己盡力溫習 但是成績就比不上同學 Toby心裏也不好受 不明白 不明白為什麼 人家可以很快地讀完 但我要讀完又讀 讀完又讀 讀完又讀之後 你也未必一定認識 人家有可能是 真的沒有什麼溫 但她的分數又高過我 但我用了很多時間去溫 但我永遠是低分那個 現在我的成績 是可以說是不是最理想 那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那中文教的那些課 一定是不理想的 那英文教的那些課 就盡量都是拉高平時分 但未摸索到一個方法 是可以兩樣東西都可以一起 即是叫做好些 讀書不容易 但是幸好得到家人支持 Toby的爸爸也是讀寫障礙患者 更加明白女兒在學習上的難處 讀寫障礙患者 不是因為你的自力問題 不是你不努力 不努力去做這件事 而是有些你是認不到的字 或者是寫不到的字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首先要他知道這件事 成績的東西就是這樣的 怎樣?改變不了的 即是只知道他是盡了力 這樣就可以了 但反而情緒 因為情緒 如果是比較震驚 不是那麼開 其實會直接影響到 你還有沒有心機去讀 還有沒有心機去學習 有研究讀寫障礙多年的學者就說 讀寫障礙患者對於字型的認知不敏感 但多也會有語言學習的困難 譬如說他們在學習詞會 比其他小朋友慢 一個兩歲的小朋友 如果他說基本上 在一些命名上面 已經是應該掌握到的 這個桌、書、寶、燈 這些時候 通常是累積了定量的詞會 但有些小朋友 在兩歲的時候 學習的詞會 仍然是很遲緩的話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的指標 值得父母去注意 由於患者大多對語音和符號認知不敏感 例如容易將語音相近的B 和D調轉 鄭佩雲建議家長可以 從小加強小朋友的語言訓練 如果他不太記得那個字 什麼聲音的話 也不太明白那個字 是什麼意思的話 他很難去認出他的樣子 所以和小朋友做多些語言訓練 增加他的詞彙 增加他對詞彙的理解 比如說水杯 水杯是什麼 水杯就是用來裝水的杯 在這裡增加他的字意的記憶 和他的口語的訓練 鄭佩雲說 最重要是不要令小朋友抗拒學習 也要協助他們找到自己的專長 Toby現在就找到自己的興趣 很小時候開始培養畫畫 四歲開始畫 慢慢慢慢 由興趣都變成喜歡畫畫 讀書 每個人都辛苦 你還要給別人很多努力 畫畫有興趣 都會開心 畫畫對於Toby來說 就好像一個避風說 忘記讀書帶來的煩惱 也都為他帶來滿足感 我們自己要找一幅相 自己喜歡 就變成Sentango畫 就要有構圖 我就用了眼睛 就將一幅由在海灘畫 就變成有草 就有些森林的感覺 就是你畫完一幅 你又覺得漂亮 老師又覺得漂亮 你又 時間上 你又逐漸逐漸快了 都會有成功感 Toby希望將來可以繼續修讀藝術 要將興趣發展成試碟 長路漫漫 Mathville最終轉校去到國際學校 並且在中學的時候 去到英國升學 再重返香港讀大學修讀藝術 他現在是一個攝影項目的座教 讀寫障礙對他的生活 已經不再構成任何影響 我去到現在都是 其實我真的寫不出一個字 很多時候 有些複雜的字 或者很簡單的字 我有時都會寫不出來 其實出來工作 或者甚至上大學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你交功課 全部都不需要再手寫 大家都是用電腦交的 即一些asset 那去到出來工作 其實大家都是用電腦做事 變成我手寫字的機會是非常少 或者我數學很差 其實我長大了 我都不需要知道 可能有些職業需要 但是至少我現在做的事情 不需要知道 那些很難的數目如何計算 回想起小時候 百般疑惑和沮喪 Matthew就覺得 最重要的是 學會接受自己 小時候的確是一個 會有很多疑惑 自己為何會這樣 是否有甚麼問題 為何別人可以這麼厲害 我又不行 人家做到的 為何我做不到 我都會明白 但現在在經歷一些難處的人 為何他們會覺得很痛苦 我絕對明白 但是也想 我想大家知道 那些難處是會過去的 因為那些不是一些 例如考試那些 不是你一輩子都要面對的 那些問題 不要把這件事看得 我讀書 我讀書 所以我一定會怎樣 我一定做不到某些事情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去思考 而是 我想自己也要接受自己 是一個怎樣的人 然後看看自己 喜歡甚麼 自己 厲害甚麼 然後再去 做你想做的事情